先去河濱公園運動 挨罰20萬元 新北這名居家檢疫期中的男子 繼續趴趴走 騎車載著女朋友跑出去吃麻辣鍋 五天之內兩度落跑 被開罰至少50萬 檢疫期間逛大街 桃園女子偷偷溜出門 多次外出找朋友聊天 被開罰70萬元 以後不止這些違反規定者 本人要重罰 連帶這些知情 卻隱匿不報的旁人 也通通跑不掉 幾乎已經到了明知固犯的一個程度 所以這個還是不會從最基本的起跳 被加重的處分 防疫非常時期 也得用非常手段 現行法規中 不遵守居家檢疫的人 會被開罰20到100萬元 但若被發現知情協助隱匿者 包括同住家人 外出朋友 甚至大樓管理員 都可能會被加倍開罰 聽到的居家檢疫者 還出來網購面交 其實里長跟李幹事 並沒有辦法去做一個 隨時在這些個案旁邊 去追蹤的狀況 也就是說 我們是沒有辦法看出 到底有沒有亂跑 有沒有一些違規的情況 另外一個狀況就是 訪客到家裡來 就是居家檢疫者 邀請朋友到家裡來 不管是家人或者是朋友 如果知情的話 其實這樣會造成一個 防疫的問題 眼看居家檢疫隔離者 人數還是依舊多到 難以負擔 隨著防疫關鍵時刻 聯手祭出 連做法要全民都不能缺席 記者朋友的成員SA小組台北採訪報導